字幕排台 我開始學茶 剛到現在就已經有七年了 而且第1份工在一間中國茶莊活動 亦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下 我試到一款非常驚訝 一款潮州烏龍鳳凰丹蟲 那茶其實是幾百年的老鼠 師傅已經沖了20泡 但他一開蓋,隔了兩米 你也可以聞到茶香 他沖完茶出來,已經很淡了 但他會有一種香氣 在你的口腔停留很久 那茶真的溫柔了 所以我為何會開始學茶 因為我好奇為何一個茶可以做到這樣 我自己去看書,上網找資料 亦都問一些身邊認識茶的人 然後逐漸逐漸增加自己的興趣 以及知識上的東西 開始了,沒有停過了 好像上了人一樣 其實喝了一張證書或一張衣服 其實真的不重要 但你對這件事有興趣 你就會去不斷地探索 不斷地尋求一些更好的 有很多人覺得貴不喝 是因為他們覺得那件事不值那個價錢 貴是否一定好呢 我可以說是 貴的東西 他一定是會有他的市場 有他的需求 也有他貴的原因 例如 為何我們經常說 百毫銀針這麼貴呢 是因為他拿的材料 必須要靚 只是拿的牙頭 是五萬、六萬個 無論在他那個人工 或者是我們所說的做工方面 其實那個茶是值個價錢的 而且貴得來他的茶 你會嘗試到 他真的會跟一些我們叫做 劣質茶、便宜茶 是會不同的 例如我們經常說 我們喝泡泥 你平時在街上喝的 可能茶樓那些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劣質茶 你喝完之後 你會越喝越口渴 還有會有一點點 我們叫做鎖喉的感覺 而漂亮的泡泥 我在說熟泡 其實他喝完後 口感是很滑的 會有匯金的感覺 不會說喉嚨很乾 很想再喝多點 去解殼的感覺 沖茶 它不僅僅是加稅那麼簡單 我們要針對每一個茶 它那個總的特質 我們去調校時間、溫度和容量 例如紅茶 它是一種我們叫做 完全發酵了的茶 所以用茶的水溫會比較高 90至95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用滾水呢 滾水的話 其實對於紅茶來說 可能水溫太高了 水太老了 茶味出得太快 變了茶太濃了 未必每個人合喝 洗茶葉是因為我們是想 那個茶 我們叫做醒茶 叫醒個茶 當你沖在第一次水之後 茶葉吸收了水分 其實它再沖水 茶葉的味道就會出來得更快 沖茶我們不只是喝一泡 喝兩泡 我們其實可以喝很多泡 例如烏龍、普利那些 可以沖到七泡 每一泡 你都可以體驗到各個分別 因為第一泡 我們經常都說 一泡湯、二泡茶 三泡、四泡試精華 第一泡通常都會淡一點 第二泡就會濃一點 第三、第四泡 其實你才叫做喝到茶的味道 真正的味道 所以我們也會倒入公道杯 去感受每一泡的層次不同 除了我們沖茶以外 我們也可能要問客人 他們會有什麼喜歡的茶種 我們也會根據他們的喜好 去幫他們選一種適合他們的茶 或者他們說 我今天不舒服 喉嚨痛 可以喝什麼茶 我們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議 除了對客人沖茶以外 我們也要對每一種茶都要有形式 客人對茶有興趣 我們可以多說一些茶葉背後的故事 一些故事給他們聽 讓他們提高興趣 有興趣才會繼續去學這件事 去知道這件事 然後最後可能是在員工休息時間 幫他們鞏固知識 不單單是我 他們也可以分享一些 不需要很尊嚴的知識 可以說一些他們自己喜歡的茶 茶有什麼味道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評審標準 是感官審評 感官的意思就是用五感去看茶 例如看它的外形 外形究竟是否漂亮 它有沒有很多調索 是碎了有沒有碎茶 是否完整 裡面有沒有其他雜質 看內在的話 我們要看它的滋味 就是茶味好不好 它的香氣 是純不純正 還有湯色來說 會否有混濁 最後就看葉底 沖完茶之後 看看葉底 究竟葉底會否有破損了 不漂亮的位置 或者可能是 茶沖出來已經碎了 變相了茶味不好 學了茶之後 其實整個人是慢了下來 靜下來的 因為在香港這個環境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別人去推動你 而是你推動了自己去追求很多東西 但茶需要一個環境 需要一個心情 需要一個心態 令自己是可以慢慢來 去享受這件事 而不是不斷地去索求一些東西 當你不斷去索求一些東西的時候 有時你會迷失方向 喝茶的時候 你會去想一件事 究竟你不斷追求那件事是否正確 還是我可以從另一個方向去得到這件事 得到這個結果呢